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和牛薄切牛舌 那这些主要是用盐味的手法下去做调味 那另外里面搭配的是日式的盐葱酱 那待会吃的时候直接帮我一口吃就可以了 谢谢 在顾客面前主厨亲手料理美味的和牛 再详细的跟顾客解说这道烧肉的特色 这位青年老板回乡创业 要让顾客也能在基隆体验到兼具视觉享受 和美味体验的板前烧肉新创意 第一次来尝试这样的板前烧肉 就是有点颠覆以往吃烧肉的感受 因为以往要自己烤自己弄 然后会弄得女孩子满身油烟 对那来这边真的是一个视觉上的饗宴 也是味蕾上的饗宴 不用像传统我们自己在烤肉的时候那么麻烦 有人在周边服务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 那以前说的板前比较像一般大家的认知 都是在吃像米吉利或握寿司生鱼片这一类 对那我们把它跟烧肉做结合 就是在你面前直接调味 那把肉修正好之后放到你的面前 然后在现场直接帮你做加工 帮你做制烤的动作这样 所以顾客都不用动手 完全不用就是来这边就是 只动你口不动你手对对对 回乡创业这条路一开始充满了挑战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回基隆开的第一家店 刚好遇到疫情三级警戒 因为那时候刚开的时候 一个月就遇到了三级 就是完全不能内用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个人就站在 庙口的大十字路口上面 心想说哇该不会开店倒店在同一个月吧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蛮慌张 当然好险就是那时候还是有找到一个方向 就是那时候的所谓外送平台的部分 对那其实那时候也很感谢我的太太 对那时候停着大路子 陪我走过这一段最低潮的时候 对然后到后面我们隔了一年之后 我们就是进军到双北的部分 我们有去成立动饭店 那把基隆这个原本在卖咖哩发的地方 把它转成去酒屋 那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 就是其实烧肉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想着 我想要在基隆成立什么样的烧肉店 度过了低潮 接下来就是他发挥创意的时候 他特别规划了这个主打和牛套餐 以板前烧肉为消费形态的烧肉店 希望在名气响亮的庙口美食商圈 打开新的消费赛道 他们的牛肉品质真的还不错 那他的那个牛的味道很香 其实刚刚吃那个牛舌的口感 真的跟以往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因为他特别的Q 然后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滑 对有点那种这入口的弹牙那种感受 我们家其实最主要都是主打 就是和牛系列圈品项 对那我们的和牛基本上来自三个不同的品种 一个就是日本和牛 那再来就澳洲和牛 那一个比较特别是新营性的 我们在基隆目前我们算是第一个做是 日本的F1和牛 那F1和牛它比较特别 它是日本和牛跟澳洲和牛混种出来的交杂种 所以它本身的油脂含量 比较不会来的这么的高 但是它的肉质还是有像日本和牛一样的甜跟软嫩 对大概是这样 因为其实基隆那庙口就是一个美食的一个胜利 那真的有各多在地的小吃的美食 那但是呢其实这个板前烧肉在这个地方 真的也颠覆了它以往的消费的习惯 那因为它的品质CP值够 所以呢我们是很愿意从台北到这个地方来尝试的 就是在庙口这一带来说 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CP值跟铜板美食 那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 其实当然看中第一个是它的能见度曝光度 那再来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种助力感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么多遍地小吃的地方 有一间比较有质感 然后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餐厅 然后助力在这些小吃的上面 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看见我们 那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像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定期会约会 我们有时候约会都只能去台北 所以我们也有想到这个切入点 觉得基隆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很有仪式感 坐着喝杯红酒 然后品尝着比较美味的料理的地方 所以因此我们这一次就决定 我们想要来做这件事情 也是利用自己最擅长 也最喜欢的烧肉料理来呈现 由于老板坚持食材新鲜与用餐的仪式感 因此完全采取预约制 遇到顾客临时想来店里用餐 他也只能婉拒 到目前为止 老板说至少拒绝了20多组的客人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全预约制 让顾客享受到精致的用餐体验 虽然烧肉店主打和牛套餐 但为了服务不吃牛的客人 只要顾客在预约系统上注明好需求 店家也会在现场为顾客料理 非牛肉的烧肉创意套餐 非常嫩 不像在吃鸡肉 是很特别的感觉不会讲 但是他有那个层次感 有柚子又有三葵又有酱油的味道 吃起来 他虽然叫半生熟的鸡肉 可是一般的鸡肉感觉吃全熟 可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很特别 又蛮不错吃的 柜天鸡算是台湾的鸡在南部 在中南部那边一带算蛮有名的 那他们柜天鸡主打就是用股市的方式去做饲养 那也不是说第一只生出来就这样养就可以直接这样生食 是他们经过了好几代好几代的培育培养之后才有现在的规定机 老板说自己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业界 一路打磨 从日式料理界到烧肉界 每一个步骤都是岁月的功力 加上对料理的忠诚与热情 才能在这条创业之路不断的前进 如果你今天想要借由创业去得到你平常工作得不到的东西 那你势必一定要承受超过你平常工作所要承受的压力 及难关 那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取决于在于那个冲劲跟意念有没有到位 有时候有没有钱真的不是问题 对我们从创业初期从没有身上没有什么钱慢慢一步一步走上来 所以有时候是给自己太多的理由给自己太多的借口挡住自己 但是创业这条路真的很辛苦 但是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会获取的东西 远远比实际手上拿到的东西还要更多 基隆是一个美食之都 吸引各地观光客慕名而来 也成为基隆人引以为傲的特点 但需要更多对创业有热情的人不断加入激发创意 来提升基隆这个美食之都的水准 才能持续地保持竞争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